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2月的17、18号 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 你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给我 如果你上一次有参加小后院的园游会 一定会非常期待 我们之前办了小后院园游会1.0 2.0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户外的空间 很好玩 这一次睽違了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终于我们要办3.0 就在今年的12月17号18号 而且我们办的时间很特别 因为我觉得喝酒就要晚上喝才过瘾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园游会 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10点 你知道吗 这是很特别 而且我们的地点 在信义区新光三越A酒馆的顶楼 就他们的酒楼 哇那你的环境非常好 而且距离捷运以及很多交通枢纽都非常的方便 安心来喝酒 安心回家去 所以一定要把时间留下来 什么叫做认真喝威士忌啊 哈哈 我认真喝威士忌好多年 你看每年都要读这么多的书来看 因为现在的威士忌已经进入了知识性平隐的时代 所以不看书很难把威士忌读懂 但是喝威士忌就是要一边看书一边喝威士忌吗 辛苦了 我比较喜欢喝威士忌没那么喜欢看书啊 所以呢我觉得喝威士忌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相信这就是一刚开始我们办威士忌园游会的目的 而且是大人的园游会 哎呀你知道吗 大人很辛苦的每天白天工作 所以我们想要放松自己啊 喝威士忌是这么美好的东西 还要读这么多的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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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是必要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放松 像是园游会一样 所以这一次呢 除了有许多的威士忌 包括呢我们可以理解的日威啦书威啦 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美味以及勤酒 各式各样的威士忌分自它来 你都可以在这个园游会里面看到之外呢 我们还加进了许多的餐酒搭 就是餐搭才能进入生活当中 让你除了喝威士忌之外 还可以enjoy你的生活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 400年前在爱尔兰有一位炼金术师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位炼金术师据说他 习至如金耿直如木温润如水热情如火安定如土 于是呢他就找了五位徒弟分别交给他们炼金当中的金木水火土 据说他的炼金术安慰了很多人的灵魂 就是spirit 就是灵魂 就是威士忌 可是呢 时间到了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 于是他就前往了苏格兰 在经过百年传播福音之下 当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之后 他隐退 他会伸长 让他的五位弟子们分别把他的知识传播下去 直到的2022年 这时候突然有雷电 啪 下来 将他的灵魂重新唤醒 在12月17 18号这两天 他即将寻找轮回后的五位弟子 好玩吧 我自己都觉得很精彩 我们在实际上开放报名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着一起报名参加这个游戏 然后我们把很多跟威士忌有关系 跟不同品牌的主轴有关系的内容 都跟这个游戏融合在一起 如果你能够过关斩将的时候 你将得到很好的礼物呢 这一定要参加的非常好玩 目前只有开放第一天50个名额 大家一起加入 一起来玩这个沉浸式游戏 并且获得大奖 这次大人员会卖票 我们会在11月5号推出 在网路上进行购票 所以现在大家就要准备好 随时追踪林老师的脸书 或者是小后院的脸书粉丝页 都可以看到这个讯息 讯息公布了 赶快上去报名 因为场地不大 所以我们跟过去两届一样 我们都有限定一定的民宿 报完名 我们就截止报名了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到 一起来参加我们大人的圆游会